二十四 二十四岁受过良好的教育 应该知道怎么面对人生了 都不知道 反正还有妈妈扛着呢 而且我现在 这段话跟家长说 不跟你们说了 就是我印象当中 大概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 孩子跟别人打架了 有冲突的时候 我印象当中 似乎都是责怪自己的孩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家长特别喜欢 责怪别人的孩子 从来没有检讨过 自己的孩子 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跟你们没关系 家长的事 你们就想好怎么办就行了 其实命题不是特简单吗 突然发现 曾经爱自己的男人 不再爱自己了 怎么办呢 以前想娶 现在不想娶了吗 怎么办吗 你们把这问题解决 不就完了吗 来吧 一起金融 真情六十秒 亲爱的对不起 我之前没有好好关心你 都是我的错 我还打游戏 爽约 我向你道歉 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能原谅我 真的很喜欢你 我相信掉 牵动我所有 我会在你身边 你左右 绝不会放手 请亮灯吧 行了 谢谢两位吧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吧 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吧 亲爱的对不起 我以后一天 抽出时间好好陪着你 我不玩游戏了 要把你放在第一位 对不起 求你原谅我 收好礼物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请回吧 如果他们觉得 未来还想认真去爱 希望你们今天 好好地把四位老师的话 在心里过一遍 然后认真地 面对你们的生活 我 请不吝点赞